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部澳大利亚的灾难电影《大海啸之沙口逃生》 讲述了一场海啸袭击澳大利亚海岸后,游客被困地下超市,里面还有食人鲨鱼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救生员小乔因为宿罪,没有力气去检查海上浮标 于是女友迪娜的哥哥就好心帮他检查,结果哥哥遭到鲨鱼攻击,丢了性命 哥哥的死让小乔和迪娜关系破裂,伤心的迪娜远赴新加坡 而留下心里阴影的小乔选择在超市当一个浑浑赫赫的理货员 一年后小乔在超市遇到了回国的迪娜,他还有了新男友小明 与此同时大壮被龙套哥逼着一起打劫超市,为了让龙套哥远离自己的弟弟,他只能屈服 警察老王恰好在超市处理自己偷东西的女儿小美 他发现大壮劫持了超市经理,就马上拿枪制服了大壮 但戴着面具的龙套哥却抓了第一男当人质 就在大家面面相去时,突然地动山摇 可怕的大海啸袭击了澳大利亚海岸 海水瞬间淹没了地下超市 超市的顾客死得死伤得伤 小乔从这场散难中活了下来 他找到扶着老王的小明 老王的腿被钢筋穿过,受伤严重 老王的女儿小美也逃过一劫 他和老王重逢后,才想起男友小帅 还在地下停车场 小乔环顾了超市,发现迪娜还活着 超市经理、保安以及大壮等人也都平安无事 但超市的出口被堵死了,他们根本出不去 在水里寻找纱布的小明 遇上了激动的龙套哥 但他把自己的面罩戴在了其他死者身上 骗过了小乔等人 另一边停车场的情侣金发妹和卷毛 被困在了自己的小轿车上 小帅也从自己的小货车里醒来 倒霉的是他的车还在漏水 为了活命 小帅打破车窗游出了破车 他在废车上寻找出路时 发现了被困在水中间的小情侣 这时金发妹发现水里居然有一条大鲨鱼 鲨鱼还在撞击他们的轿车 为了救神,小帅发出声响吸引鲨鱼 金发妹和卷毛就趁机游到了小帅高于水面的货车顶上 而超市里的小乔一行人都坐在货架上休息 经历旺盛的迪娜和小明游去前门看看那里能不能出去 保安则去了装货间的出口查看 受伤的小乔把手伸进水里清洗伤口 这时收银员黑发姐发现水里有东西 小乔立马让大家都从水里出来 但从装货间回来的保安迟了一步 他瞬间就被鲨鱼拖进水里就此杀青 小乔看着水里这条12英尺长的鲨鱼 心里那是一个绝望 更倒霉的是一节裸露的电线悬在了水面上 要是他接触到水面 货架上的小乔等人会被垫成爆米花 于是小乔让大家去货架尾端制造声响 他准备去储藏室拉闸 但小乔身上有伤口 小乔就举荐自己去拉闸 他全副武装地游到储藏间 成功断掉电源 但他也因为身上捆得铁网太重 淹死在了水里 接二连三的死亡让幸存者们人心惶惶 小乔看见天花板的通风管就心生一计 他们可以从通风管爬出去 早就想离开的经理 第一个上了绳子 但他才爬进通风管 就被一群蜘蛛吓了出来 水里的鲨鱼还一跃而起 咬死了半空中的经理 另一边停车场的小帅爬上了墙壁上的铁管 靠着超强臂力 他成功来到金发妹所在的车顶 但卷毛却不小心掉进水里 成了鲨鱼的美餐 这时大壮想到一个好主意 他决定抓住鲨鱼 把它绑在货架上 他们就可以趁机游到没有被烟的出口处 但现在缺少引诱鲨鱼的诱饵 老王想下水 却拿肉类加工区的肉当诱饵 小美看见父亲有伤在身 就自作主张游到了肉类加工区 并且成功拿到肉和铁钩 大壮和小乔布置好铁钩和绳索 但鲨鱼迟迟不肯上钩 为了让鲨鱼上钩 龙涛哥直接暴露劫匪身份 他把黑发姐丢到水里 吸引鲨鱼前来 为了救人 大壮刺伤龙涛哥 让他恶有恶报 成为诱饵被鲨鱼咬死 鲨鱼成功被铁钩勾住 趁着鲨鱼的行动被限制 小乔等人连忙离开货架 小美听到停车场的小帅 给自己发了信号 他马上就游往停车场 不放心的小乔跟着他一同前往 小乔打开停车场的大门 游了进来 但他们没想到 这里也有鲨鱼 小乔和小美及时爬到车上 才逃过一劫 幸运的是 他们在老王的车顶 车里有枪可以使用 小乔拿着枪跳进水里 一枪就截过了这条鲨鱼 小乔带着小美等人 回到超市出口处 大壮把超市的电线 连在了堵住出口的汽车上 等所有人都离开水面后 他就恢复电力 炸开了一条出路 顺便还垫死了 那条挣脱铁钩的鲨鱼 最后 小乔等人终于逃出超市 外面也是一片残垣断壁 但救援人员已经赶到受灾现场 对被困人员展开救援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